庆祝重阳节 吉安香港游淑珍亲自走访百岁人瑞的家中 也制证了百岁金牌柱鹤里 老大人们身体康健 子女孝顺 都是幸福家庭的最佳指标 而根据乡公共统计说 吉安湘超过100岁的人瑞有20位 今年新增加百岁人瑞也有6位 看到乡长亲自到访助寿 老人家都很欢喜 吉安湘今年新增加满百岁的老大人有6位 乡长游淑珍亲自送上了 刻着个人姓名的刻字化纯金百岁金牌 希望用纯金九九表达健康九九 幸福九九的祝福 看到的是亲情的喜悦跟子女的孝顺 这也开启了我们在家户里面 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养的基础条件 所以善尽吉安湘关怀之责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长者在吉安能够永续的来做好长远的安养 在这里献上满满的祝福 也希望我们这21位的长者 未来会成为100位1000位在吉安湘来乐活 其中最年长的104岁也开启了吉安湘 未来永续在这里乐活宜居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吉安湘关所善尽 服务之责做好了生态养育养成乐活 跟生活的一个共荣之项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祝福这些长者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每一位老大人得知乡长要来家里都盛装打扮 坐在客厅迎接 子女们也都细心的在一旁照料呵护 画面温馨又感人 游淑珍也和老人家问候话家常 老大人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 游淑珍除了制正百岁金牌 还有重阳礼金红包 以及敬老礼品 村长也献上了花束 和老人家一起来合以留念 场面欢喜又热闹 根据乡公所统计 吉安湘超过100岁的人瑞有20位 其中最年长的高龄104 青年度吉安湘也发送出 16000多份的敬老礼金 祝福老大人们重阳节健康快乐 谢谢各位会吉安湘报导